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近年不断对台湾文攻武贺,不但密集派遣军机,军舰绕台挑衅,还是放军宴讯息想要乱民心,甚至还有共军宣称能在100小时内攻下台湾。 但美国军事学者科瑞杰,Roger Cliff,则指出,若美国介入台海,中国现在无法在短期间内占领台湾,而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接中也举例直呼,解放军很难速战速决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接中表示,国军在战略预警,联合防空及压制作战都拥有一定的能力,反而中国解放军在海空投的能力并不好,也不足够,因此若想在2025年前在100小时内速战速决打下台湾,难度还是很高。 但接中直言,台湾还是需要提升武器能量,尤其是发展前舰,因为比较容易保存战力,加上共军队反前针线的能力比较是比较弱的,会对中共的水面舰队造成很大的威胁。 接中也建议,如果地面作战部队能提升防卫资讯作战能力,如此一来,战力绝对能大幅上升。